然后你说他完全充满了 他完全成就了这件事情用fulfilled Nelmie刚刚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啊 老师 有个那个splendor 什么 Splendor 对 怎么样 有个那个magnificent 挺像的 我觉得那个 OK Splendor 你记得Splendor是什么词性 它也是一种词吧 Splendor Splendor什么意思 它也是那种壮观的那种意思吧 壮观 再想想 Splendor是个名词 这个事情 你记得那个耶稣魔鬼要试探他 把它带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什么房子的顶端去什么 跟他讲 你看那些所有的这些Splendor我都可以给你 这个什么Splendor Splendor就是荣华富贵 有没有 这些Splendor 所有的荣华富贵 所有的华丽 辉煌 这些所有你看得见的 我都可以送给你 叫Splendor 很壮丽 很辉煌 Splendor这个字 讲的比较多的是那个 华丽的样子 OK 所以他也可以讲荣华富贵 Splendor 这这个字 荣华富贵 就表面那个样子 对 他他指的比较多的是 比如说这个什么东西很璀璨的很光明 比如说我们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盖孔庙 孔庙如果盖的非常雄壮威武的话 你用Magnificent很好 没有问题 OK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开个中秋晚会 在孔庙里面 我打上上千万的灯 OK 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荣华富贵的那个样子的时候 那就是Splendor 有没有问题 他很强调那种辉煌 那种bling bling的那种感觉 OK 有个女的 比如说哪个什么影后 哇 参加哪个影展 全身 他用200颗宝石 把他身上的礼服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完全就是Splendor 就感觉很好 是不是房子很豪华 豪华那种小车是也可以用Splendor了 如果这个房子就是要要有bling bling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我们家的房子 然后晚上还打起宫灯还是干什么什么的样子 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富力弹簧 那你就可以这样讲 OK好 Splendor也有一个形容词 Splendor 后面加Splendorous Splendorous 就是指非常光辉灿烂的 就是要有那个亮的感觉 Splendorous OK Magnificent强调就是雄壮威武 宏伟 壮观 OK 我现在什么央视的那个大楼 哇壮观的不得了 好高了 好大了 那个叫做Magnificent 但是央视的那个灯 晚上我在那里办中秋晚会 我把它整个装饰的非常漂亮 bling bling的时候就变Splendorous 又辉煌又又什么 珠光宝气的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我们形容一个女人 如果穿着珠光宝气了 就是Splendorous 荣华富贵那个德性 这样子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再加个LY就是副词什么 有没有这个词 Splendorous Yes 可以可以 但是你要有什么东西 我们用副词的机会少 对不对 我们通常都用形容词多 哇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某个影后 哇两百颗宝石 穿在她的礼服上面 Splendorous 或者是Splendor 我们很少用Splendorously 很少 比较少 否则你要形容 比如说这个女人 她走路的样子 走起来是Splendorously 她是珠光宝气的 她手上戴了十颗钻戒 OK 这个什么头上又插了五个什么宝石的什么东西 身上又戴了钻石大项链 这种全然是荣华富贵 是吧 那你可以说她 The way she walked 她走起来就是像那种荣华富贵的人 Splendorously 来修饰她的动词 或者是你可以用 The way she dressed 她穿起衣服来 哇永远都是bling bling的 OK Dresse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了 没了 谢谢老师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雅各书 看一下雅各书 我也不知道 在雅各书 为什么 他是到达 小多书 的 想